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丽新台湾 云林四湖湖是云林种植蒜头面积最多 也是人口外移与老年化最严重的地区 从高中时期就北漂就学就业的林黄志 在2018年决定返乡帮助蒜头农找新出路 没有拿过锄头的他 也因此投入了种蒜头的行列 云林是全台湾出产蒜头的主要产地 种植面积大约5000公顷 而云林四湖湖就占1000公顷的种植面积 算是全国最大的产区乡镇 而且蒜头一年只能一收 种植产期长达六个多月 我们清明前那一季收起来之后 这些蒜头就要准备供应全台湾一整年 所以一般量都是不足的 所以还需要进口蒜的原因 全台湾的蒜量不足 云林四湖湖又被物流归列为偏乡 除了从事农业很少有其他工作机会 人口急速的萎缩 老年化的问题严重 造成留不住年轻人 在回来前的大概那五年 回来你总是会在半夜里听到 那个音哟音哟 不然就是在路上看到搭棚子出来 就发现怎么人口一直在变少 这个地方不只地层在下线 连人口也急剧在减少这样 那时候我就想到 那如果这样子 我60岁以后再回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自己的故乡还在吗 那如果自己的故乡不在了 觉得心里会有点惆怅 像我们这边有灭村的危机啊 真的啊 我们灵村鸟过去是海县这边的第一大村庄 全盛时期应该超过一千五百户 人不少 但是现在呢 现在大概剩三百人吧 林黄志忧心家乡未来会面临废村的危机 他辞掉台北的象棋教育文化工作 回到四湖乡 期望能为故乡做点什么 实际上要回来之前 我是没有打算要种蒜头 还是回来之后 在跟附近的街坊长辈 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说 年轻人你拆台比较高 你想不想把我们家 这么好的蒜头行销出去 四湖乡是靠海的乡镇 最大的特色就是海风 也因为海风 而造就了这里的蒜头品质 多汁味道辣又香的特色 以我们这边来讲 就是东北季风 这边东北季风真的强吹的话 跟小型台风一样 我们现在是连站在这边都站不太住的 那个风力之强 有时候都快要达到小型台风的顶了 而且这边尤其四湖 我们说台17线雨溪 或者是说19线 19线雨溪这边都还吹得到海风 这一带的蒜头 因为吹海风的关系 海风里面有盐分 就跟那个莲雾是一样的道理 植物有这个盐分之后 它也会就是说 风味也会转换 四湖的蒜头 收到长时间的海风熏陶之下 颗粒较小但结实 而辣度跟香气十足 使市场争相标榜的农产品 蒜头去桌市计划都很好的 我们都算饭以上的 他说算饭我们餐桌还没了 我说你这么多年才没贪到钱 然后他又说 你自己看看 我这台自动摆已经乘十多年了 人来收蒜头都开门路的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 就是这么明显的对比 为什么自己站的角度 会完全看不到 然后就是有点像被打到一样 但种植农民卖给盘商的价格 跟市场销售的价格 相差好几倍 我三姐夫他也是农业的博士这样子 然后我的专产不在田里 我的专产是在行销上面 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在行销上面这样子才能够 真的帮助到农民 我想一想 姐夫你讲的话好有道理 这个是专业分工的社会 应该要这么干 那天下午跟我讲 但是我又想了一个晚上 发现哪边怪怪的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想懂 远皇志终于明白 在村里要做很多事情 需要的是彼此的信任感 很多事情没有亲自去做 根本无从了解 做的人困难点在哪边 我常常跟阿伯他们讲说 阿伯 做事你们是研究所的 我是幼稚园的 所以阿伯他们都很愿意教我这样子 然后我剥种完蒜头 他们就说 你这蒜头进喝了之后要跳狗 跳狗是什么 然后阿伯解释很清楚 但是我还是听得很模糊 那个瞬间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不在那一行 纵使那是那一行 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 就像你没看过大象 别人再怎么跟你形容 你可能形容的那个 会让你觉得大象是一面墙壁 或一根水管 明皇制从小到大一直是学霸 要拿起锄头来还真是个大考验 但是为了了解种蒜头的农民 真正问题在哪 他投入种植的行列 虽然常常腰酸被痛 但林皇制还是咬牙苦撑过来 它的种植面积 从第一年的一分地 到今年第三年增加为一甲地 等你亲眼所见 自己亲身下去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了 这样子更让我体悟到 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去做 做了之后你就知道困难点在哪 我是一个新手 我会遇到困难 肯定农民朋友他们都遇过 有的他们已经解决 有的他们就也没办法解决 那我要做的就是说 把这些问题点给解决 让后进有机会进来的 这些新农民他们也有一个路可以寻 虽然种田拿锄头对林皇制来说 是很大的考验 但他愿意放下身段 从头学起 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 他期望未来有更多青农 可以回乡靠种蒜头 养家活口 这几种蒜头了解蒜头的产销问题 林皇制和在地农民一起成立了合作社 避免他们的蒜头被大盘商 混冲在进口蒜头里头 并且还推出了盘商不敢卖的 日晒蒜头 林皇制刚回来的前两年 蒜头的通路还是只能靠盘商收购 但没想到还是受骗 这也是前两年花纳跟我讲说 你们那个须根要剪干净 都市人爱干净 比较喜欢 我也这样子信了两年 后来我去西螺市场发现 老板你这算是什么 什么看起来 感情是准口的 什么是台湾的 他就笑笑的说 对啊市场有这样子的需求 我就知道 后来我就 原来你们都叫我 叫做的农民 那嘴唇的剃得清晰 因为后端比较好作业 混冲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而林皇制想到一个好的idea 就是教蒜浓 蒜头须不要剪得太干净 让消费者认清楚有流须的 就是台湾蒜头 因为进口蒜头无法流须 分不出来 连我自己那些进口蒜 既然你混冲在一起的时候 在10颗里面有9颗我挑的起来 但其中有一颗也还是会漏掉 因为它们毕竟长得很像 味道不一样 现在进口主要几个有5-6月的埃及 然后接下来是埃及 而且埃及跟台湾的蒜头最像 几乎辨别你如果没有看过的人 几乎完全分不出来 还有印度的 还有西班牙的 接下来最近应该是阿根廷的 但是西班牙跟阿根廷比较好分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梗是中空状的 我们台湾本土的都是实心的 但现在埃及也是实心的 味道埃及的吃起来 吃到后面它会苦苦的 可能是跟他们栽培管理气候都有关系 面对强劲的海风 四湖的蒜头就是有不一样的风味 在市场上口感辨识度极高 但外观就很难看得出来 也成为盘商混进口蒜头一起卖 怕辣的人不要去直接吃 吃这边的生蒜 因为真的很辣 家庭主妇做菜的时候 用这边的蒜头他们都很喜欢 而且他们花那有个说法是 因为蒜头花那也是要卖出去 它也是希望有回头克 要有回头克要加三成到四成 强劲的东北季风 蒜头苗原本很难好好活 很奇妙的是 蒜苗会把所有营养素 集中在它的下一代就是蒜头 这也就是四壶的蒜头 多汁辣又香的原因 有一年我就寄给它这样子 你妈呀 你的蒜头怎么会这么险 我们这的蒜头就是险到的降纸 就味道会非常的香浓 每年中秋前后大约白鹿节气 是种植蒜头的好时机 到隔年三月开始采收 而种植跟采收全仰赖人力采收 但农村人力不足 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 现在种蒜头还没有完全的机械化 机械化这一期才开始有比较多人使用机械 但是也还在试验中 明年种植需要最多工 采收也需要最多工 就蒜头它现在就是这两个 关于生产就是这两个问题比较大 差不多三月三月开始采收 三月初一直有人采收到三月底 所以种植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采收呢 采收剩下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多月一点点而已 所以采收的人力更吃紧 蒜头产业从地方创生的角度来看 云黄志只是当作一个起步而已 他认为要有产业基础 才有办法在这个产业持续建构 因为它价格受到比较多的操控这样子 所以农夫我第一个梦想是希望有一天 当农夫他在自己的田里 背着他的锄头的时候 他可以昂首就看得到青天 而不是觉得会来前面一片丑云产物 然后第二个是说 当你把这个产业的问题解决之后 你才有办法让更多的后继者来加入 那当然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之中 也有相当多的年轻朋友 他就一起加入贡献他的专才 为了解决蒜头产业的产销问题 云黄志成立农产合作社 集结农民一起购买拨算机器 减少拨算的人力成本 一个专业的农夫一天也只能拨超过一百斤 但是我们用机器来拨一天可以拨一万多斤 等于一百多个农民 就服务农民让他们都可以来拨 那这个机器除了农业以外 他们还有很多的专场 那大家拿着一些专场 出来跟合作社一起打拼合作 那产生的利润 回归到社员上面 一般蒜头都采用干燥机做干燥 虽然可以减少很多日光曝晒 不可抗力的因素 丹林黄志还是想卖一般盘商 不敢卖的日晒蒜头 我为什么要下来亲自参与 这个从种植开始到后面 行销的所有的工作 有时候是农民朋友他们教我的 有时候是客人教我的 有一个客人他就跟我说 你的蒜头是日晒的吗 我说对啊 没有错啊 他说你确定吗 我说我很确定 他说因为他要做蒜头养生枝 送人家喝 用日晒的蒜头比较有生命力 比较有生命力 然后我就开始找 发现很像做中药的药材 蒜头实际上也是一个药材之一 药材好像也都是用日晒的方式 这就让我体会到 原来日晒它是有它的价值所在 日晒的蒜头生命力旺盛 林黄志深信 日晒有很多植物天然的微量元素 因此他坚持要留一部分的蒜头 做日晒蒜头 但日晒蒜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晒完全是否预购 你要市场上面你先预购 你才拿得到 那预购的部分 我一斤也才多十块钱而已 因为它四十几天里面 先做看看嘛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在过去 是日晒的比烘干来得低耶 因为日晒在日晒的那四五十天里面 到一个半月里面 你是没办法离开家里 你晚上要替它盖被子 因为会有露水的问题 然后一早你要帮它掀开 但是掀开的时候 尤其四五月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 而市面上的日晒蒜头 很稀少不到百分之五 主要是因为日晒蒜头生命力旺盛 很容易发芽 但当蒜种它可是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林黄志还特意在田里 种植一边是日晒蒜 一边是机器干燥的蒜种 发芽时间足足相差两星期 而且长大之后 很明显可以看出 日晒蒜长势非常好 欢迎回到美丽新台湾 除了卖鲜品蒜头之外 林黄志也陆续开发蒜头副产品 他在采收季举办路跑马拉松 让更多人认识四湖乡海风蒜头的特色 而且为了长期照顾社区独居的长者 开办食堂和各项活动 为社区注入了新活力 林黄志想出各种方式 想要帮忙宣传云林四湖 这个偏乡的蒜头农产品 从卖生鲜的 再到蒜头农产品的副产品开发 甚至开发手作养生黑蒜头 那这一款就是 真材实料用黑蒜下去做 然后我们请一家四代面厂 来帮我们做代工 那我们自己 现在自己手工做的糖醋蒜 但是将来如果这个东西好的话 也是必须要用工厂生产 才会符合成本 从种植蒜头到副产品开发 林黄志还举办各种跟蒜头有连结的活动 争取更多曝光的机会 想要办马拉松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 不管是像日本 或者说像我们台湾办的最成功的就是田中马拉松 田中马拉松也是办得非常的成功 它也是从一开始的小小的没有了多人支持到现在 都还要抽签 你才能够去跑 第一个是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为地方注入一股新活力的方式 三月份正值蒜头采收剂 是和大人小孩一起到乡下体验的蒜头甜跟余温 享受国境之息 穿越海岸防风森林的芬多金 以及在环岛海线自行车道与大风车拍网美照 以及海岸线火红的夕阳沉入海里的壮观景象 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 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族群 大部分又以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居多 所以如果可以让这些人来到我们蒜头的产地 来认识我们地方 看看蒜头真的是长在土里怎么长的 跟他们介绍蒜头的成长的过程 藉由举办马拉松路跑 让更多人看见云林四湖的海景风光 以及大片蒜头甜 并且请来当地办流水席的厨师 用在地食材做出板豆的传统佳肴 他们没有吃过什么真的流水席 这样子也让他们体验一下 原来流水席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然后以很丰盛澎湃的大菜色这样子 跟在餐厅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一次我们又邀请在地的厨师帮我们用在地的食材来开发 我们没有那种名贵的食材 像厨师本来有列一个鲍鱼给我说这个鲍鱼不要 他说鲍鱼不要 那食材可以增加多样性可以增加很多出来 我们不用进口的食材 我们全部用云林在地的 所以食材不要之后 他说那我们来做个羊肉风 然后就可以用北港的麻油 然后用在地的土羊肉这样子 那个味道想到也都会流口水 林黄志回乡后 除了蒜头销售开发问题外 首要之物先了解村里老人家的需求 从关怀老人做出发点 他很明白老年化的农村 很多独居的老人无依无靠 需要做关怀据点 社区家关怀据点就是很以前 我丹念丹长就有那个过想 所以到这段来我感觉 这些老人这么多 也是不可以让他们无依无缠 那我们扮这个关怀据点 让他们的子弟在外面没有后复之一 我们才想着说配合管政府的政策 长青石堂在扮最均 也有我们这个房子 他回来当青龙 在这个时候这个机会 他们闻书开以后 也有申请一个厂照站 可以还做公宽的服务 政府也是要注意到一部分来 我年轻的都能越多人 转来越好 既然整个碰里了 我再保重心 我都会给予有帮助 您坐聊时常办活动 让老人家可以一起同乐 享受一起动手做的乐趣 例如冬至搓汤圆煮汤圆一起吃汤圆 甚至办长青食堂 让老人家平时就有热腾腾的午餐可以共享 中午我们有个长青食堂 让老人家他因为现在老人家只有剩一个两个这样子 过去他们可能常常煮一餐吃三餐这样子 或者说隔天冰起来隔天继续吃都很不健康 现在是长青食堂中午就有五道菜 他们就可以吃的比较均衡营养 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来社区他如果在家里 只是看电视看久了人老化速度就很快 他来社区之后有个阿嬷他就讲说 他过去这个手都举不起来 而且会很麻这样子 他来社区做运动一个月 这些就都合理的 就是人活动活动啦活着就要动 他们有出来做运动 第一个比较不会老 第二个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 头脑比较不会退化 林黄志回来这几年努力推动社区关怀据点 让村里的老人家愿意走出来 而如今关怀据点已经成为这些老人家 每天聚会聊天的好地方 那我们就是尽量替这些长者设想 替他们想说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本来在家在社区里面 好像整个人会比较害 把他们带出来起先会不习惯 那我们会利用志工 好像黄志他们这些年轻的 把他们带出来 起先带出来不习惯的话 过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感觉到说 来这里确实受到点多好处 所以我才会思考说 在还有一些力气的时候 我要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改变这个结果这样子 不然如果依照现在的这种趋势来讲的话 自然发生你就是 这边一定最后没有什么人 林黄志有心改变偏乡的窘境 也获得村长老爸林建议的支持 对很多北漂的偏乡年轻人来说 回乡的路很遥远 但林黄志期望 以自己回乡这几年的各方面经验 整理出蒜头产业 自产自销的能量 让更多人愿意回来承接 而不至于让乡村没落 以及蒜头产业断层危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